在迪丽热巴 吴磊 赵露丝和刘雨宁 主演的这部长歌行当中 关于男二号和女二号之间的感情线 是粉丝比较关注的 很多小伙伴都非常喜欢 好都和乐烟小公主这一对复显CP 不过虽然在粉丝心目当中 好都和乐烟都已经是一对了 但是剧中的角色跟着剧情发展 其实并没有那么快 而且乐烟心中 至今还没有理清楚这些情情爱爱 她如今还在成长当中 乐烟一开始的时候 心里最喜欢的就是魏淑玉 当然她也知道魏淑玉喜欢的是长歌 所以一直默默地看着对方 并没有告白 好都作为该剧的男二号 从小在杜如慧的身边长大 虽然没有杜如慧的独断 可是好都也有自己的愿则 一直守顾乐烟 在乐烟眼里 好都总是冷冰冰的样子 所以一开始和他接触 觉得好都可能很冷血 不好惹 所以就总是以公主的身份压制他 本来只是把好都当作侍从 可是自从乐烟被拐卖之后 一切都变了 乐烟在民间经历一番苦难后 也终于变得强大 敢证实好都了 这样好都既开心又心疼 从此就处处护着乐烟 但乐烟却察觉不到好都的小心思 仍然一心扑在魏淑玉身上 还犹豫着要不要当面问清对方的心意 好都虽然吃醋过 但还是给予了鼓励 随后更是为了给乐烟创造机会 主动将魏淑玉约了出来 乐烟对魏淑玉说清楚了自己的喜欢 当时魏淑玉一时之间还没反应过来 但一听乐烟说喜欢魏淑玉 好都就有点忍不住 红着眼眶流着泪满是心酸 但魏淑玉的不明确拒绝 却让乐烟会错意 以为魏淑玉已经斩断了和长哥的感情 要和自己开始 不曾想当李世民为了不让乐烟远嫁和亲 要比武招亲的时候 魏淑玉却拒绝了 乐烟似乎明白了一切 原来一直都是他在自欺欺人 失望至极的乐烟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幸好好都在最后一刻上场 坚定的站在台上表示还有他 不为其他人只是为了你 好都是一位刺客 更擅长暗杀 而在擂台上拼死而战 纯粹的比拼武力 并不是好都的强项 但是为了小公主 他光明正大地走到了台上 哪怕暴露自己的缺点 为了心理守护的那个人 他愿以姓名相护 黄天不服有心人 最后好都赢了 开心地对乐烟说 我赢了 你不用嫁了 是的 你自由了 你可以找兔子眼中的那一片绿色 从此以后 我将永远站在你身后 成为你永远的守护者 乐烟抱着被打的遍体鳞伤的浩都 痛哭失声 他原以为自己喜欢的魏淑玉哥哥 会为了自己上擂台 但是没想到是魏淑玉给了他最大的绝望 而一直站在他背后的浩都 却给了他最温柔的守护 可能那个时候的乐烟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慢慢喜欢上了浩都 但是毫无疑问 从比武招亲之后 天下人都知道他对公主的感情 李世民对此十分满意 所以当浩都请罪的时候 直接就罚他做了驸马 乐烟嘴角忍不住悄悄上扬 乐烟嫁给浩都 两个人得到李世民的祝福 幸福的在一起了 不过大婚宴的时候 浩都也告诉了乐烟一个自己的秘密 原来浩都从小就喜欢乐烟 一直在默默的关注他 只是碍于身份不敢表达心意 早年乐烟落水也是浩都救下的 说出这些新事之后 乐烟高兴的哭了 似乎有一些悔不当初 要是当年能多注意查明落水真相 那么也不会单相思为书役这么久 两人何事才能修成正果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